Hello 大家好 我是羅伯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一個全新的MacOS功能 我在去年當軟件推出時 我拍過一段影片講述MacOS Monitoring 但其實還有一個功能是大概現在就會正式出來的 就是一個叫做Universal Control的功能 基本上這是一個我期待了很久很久的功能 而現在他們終於正式開放給所有MacOS的用家 我們等了差不多9個月 而它終於來到 我們現在就試試吧 我先講講Universal Control 這個功能就是當你有一部Mac和iPad 你只要把iPad放在你的Mac旁邊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非常特別的東西 是可以將你的Mac和iPad可以用為一體的 我現在就會試試給大家看 如果你想用這個功能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下載最新的MacOS和iPadOS的更新 你就按去顯示器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個叫做通用控制的一個option 你按進去 你這裡就會有幾個選擇 就是允許油錶和鍵盤在任何的附近Mac和iPad之間移動 我設定了設定之後 我現在就拿我的iPad過來 這個就是我的iPad 它已經下載了iPadOS 15.4 我不知道你們在這裡看不看 但我都會盡量試試錄錄 你現在基本上就會看到我的Mac和iPad 我的iPad就是左邊 而我的Mac就是右邊 大家也看到 我現在要做一個非常有趣的示範 我將我的cursor在這裡 我將它慢慢貼到這裡 這個時候我就要你看著這兩個地方 我現在就會把cursor拖過來這裡 你就會看到這裡 有條巴 這裡也有條巴 之後你就會看到我用我的Mac的cursor 而那cursor就是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它呢? 其實就是這裡 我現在用我的Mac的trackpad 就是在控制我的iPad 你現在看到所有東西 基本上我現在正在控制這兩個東西 那當我將我的cursor拖回來這裡的時候 它就回來這裡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操作 我現在就要做幾個示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將cursor擺過來這裡 它就在這裡出現 你看到 它就從這裡來到這裡 那我就可以按備忘錄 我用我的trackpad 就可以控制我的iPad 我可以打字的 我用我的Mac的keyboard 在我的iPad那裡打字 我可以把它變成粗體 我基本上就是可以把這個 用的keyboard在這裡用 不過還有一件事 你就可以令到你的Mac 和你的iPad之間是有互動的 那怎樣互動呢? 我現在就在那部Mac那裡 就找回照片的app裡面 可能就這張 那你現在看著 我現在就抓緊這張照片 我放在左邊 然後你會看到 它出現在這裡 我放手 我剛剛在那部Mac的相 我用我的同一個cursor 我在這裡什麼都不用做 我拖過來這裡 它就已經出現在在這裡 那當然啦 你的Mac可以和你的iPad互動 你都可以相反 用你的iPad 和你的Mac互動的 那我在這裡就找到一堆字 這堆字在一部iPad那裡做的 我就可以在這裡選取這一堆字 選了它 我長按它 我再拖過來右邊 你會看到出現在這裡 我扔過來這裡 這堆字 就是這裡 這裡全部copy and paste 即不是copy and paste 但是我們直接把它拖過來這裡 我覺得這個功能 其實是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 都可以把這個功能 好好地利用 那我自己覺得 可能在做project那時候 我可以在我Mac那裡做一個PowerPoint 而我可以在這裡就找資料 假設我想把我的iPad 找到的一張照片 放到我的Mac 我只要把我的Mac的cursor 轉過來這裡 我拖它過來這裡 它就可以跨裝置 這樣就可以把東西很簡單地傳輸 其實在Apple Event 即是W2DC的demo 它可以同時連接三個裝置 即是假設我這裡 除了一部Mac 一部iPad 我還有一部iMac 在旁邊 或者另一部MacBook 我可以同時透過三個裝置 去傳輸不同的東西 在這個demo 你就會看到 你會看到它直接用Mac的keyboard 從iPad那裡選一張照片 它跨過iPad再跨過MacBook 最後一張照片就到iMac那裡 而由頭到尾 它都會用iMac的mouse 一個mouse 就可以同時控制三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功能 其實是蘋果生態系統 一個很大的利益 假設你買了這麼多樣 iPad、Mac連在一起的話 它可以同時把幾部裝置 即是可以同時間 就變成同一部做事的系統 這部影片先到這裡 其實這個功能 我想已經由6月拖到現在3月 拖了也9個月 其實因為3個月後 新的MacOS又出來了 不過看完這部影片 即是現在看這部影片 你覺得這個功能 其實會不會在特定的情況下 特定的一些情境 這個功能對用家 其實都是很有得著的 都是那句 如果你有一部Mac 和一部iPad 如果你支援MacOS Monitor 只要你更新的MacOS和iPadOS MacOS 12.3 iPadOS 15.4 你就可以用到這個功能 就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